如果不会做动画 但又想要让人物嘴巴一起动的话 可以先用小画家 画几张不同形态的嘴巴 不用太多张 大概四到五张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要一张一张储存成图片 再来要把我们的人物嘴巴擦掉 记得一定要另存一个新档 一个有嘴巴跟一个没有嘴巴 人物有说话的片段 放没嘴巴的素材就好了 把图片汇入Premiere 然后新增一个序列来放置图片 不一定要按照顺序 但要跟说话一样一开一合 这样嘴巴才会比较明显有在动 我是算一张五格 然后一序放完后 就开始复制贴上 让说话的动作可以持续几秒钟 之后回到我们的影片时间轴 把嘴巴的序列拉进来 之后就可以开始调整了 先在左边的效果空间找到不透明度 点选一个 然后建立蒙版 调整嘴巴的大小跟位置 建立关键影格 让嘴巴跟着人物一起动 这个时候他的嘴巴就会动起来了 后面就依照这样的方式制作 不过要注意嘴巴要跟着人物的方向去做变换 如果原本是从左脸变到右脸 那他的嘴巴方向一定会不一样 小尹 你根本就不应该来的 住手 你们住手 不要再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晴天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